马连在本赛季开局还是遇到了困难的局面,在上一场英超联赛当中面对的更是此前四连胜的沃特普德,最终他们凭借德赫亚在比赛最后阶段的超神表现, 拿回了差点丢掉的三分,也让曼联全队上下终于暂时松了一口气,要说本场比赛穆里尼奥的战术关键还是费莱尼,拥有高大身材的他在上一场对阵佛恩利的比赛中凸显出了作用,穆里尼奥在尝到甜头以后继续用他作为拖后行中场去保护后防,利用身高优势去限制对方高中锋对防线的冲击,毕竟沃特普德虽然没有特别出色的球星, 但是四连胜的他们已经有了完整的船跑整体,穆帅在战术上的选择非常有道理,而曼联在比赛开始后也占据了场面上的优势,上半场根据对手特别的针对性部署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,非常完美地克制了对手的发挥, 虽然费莱尼在全场比赛中一直回撤与对手特迪尼进行缠斗,但是随着下半场对手增加高位和边路的机动性冲击,他缺乏运动机能,还是露出了短板,而费莱尼的帮手都同样缺乏这个能力, 所以以至于曼联在二点球的机会上出现了明显的漏洞,对手也在这个机会中得到了打门机会并最终破门得分,而更为关键的是马夏尔、伯格巴等球员在下半场出现了不积极协防并原地等待的情况, 最终曼联克场2比1取胜这只黑马,扭转了近期的颓势,不过穆里尼奥在高个子中场的运用中还是取得了成功,他限制维先的思路,也让费莱尼获得了更多的机会,后者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拥有续约的能力, 而费莱尼的作用不只是体现在限制对手前锋的作用上,他的拖后组成三后卫很大程度,上让曼联的边后卫放心的压上, 更多球员的投入,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,而他与马蒂奇等人组成的高大组合在高空球和定位球上, 费现了巨大的作用,比赛中的进球和多次机会都是源于他们的身高上的优势, 现在看来穆里尼奥想要长久的运用这套阵容去征战英超还需要调整, 毕竟运动能力的大范围缺失让他们在应对强队是会疲于不命, 但是最起码现在费莱尼等人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,而逐渐成熟的曼联需要这种强大的底牌, 当然现在的牧师红魔已经开始满满的调整过来,经过欧冠的小组赛, 他们也开始不断的找回自己的感觉,相信牧帅的三板斧将会让英超联赛的关键争夺再生悬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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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